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人是相当和善 通常他是不会对人类有任何攻击性的行为 或是说会有一些这种冲动 暴冲之类的 他是蛮和善的 但是在高雄有一对诚信的妇女 他家里养了四只 那四只在这两个人的妇女 在两个人在两个月当中 三度被咬成重伤 而且送到医院急救 这个情中呢 这个爸爸 陈爸爸呢 他受伤一次呢 缝了三十多针 那女儿呢 被遭了咬 咬了两次缝了四十多针 那索性呢 经过清创 经过这个才救回来 而且经过纸皮 那因为他咬得非常的深 尤其是女儿 据照报载这个新闻报道说 他咬下去就四个全尺 上下还有这个左右两个 四个洞 这四个洞呢 这个医生可以用棉花棒 从这个一个洞穿到另外一个洞去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个组织肌肉的 这个组织的撕裂伤有多严重 那当然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呢 都痊愈的都康复了 那爸爸是比较严重一点 他是伤到左掌 那左掌呢 里面有很多的肌腱跟神经 他都受损 那因此呢 经过休养了半年多 才慢慢的恢复 但是目前还是有麻麻的这种感觉 那我想说这边 我特别要提出来一点 然后跟大家说明 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被咬 会被攻击呢 那这个爸爸妈妈呢 他爸爸跟女儿 他非常的疼爱 这四只狗狗 视如己出 即便是他咬了他们 他们依然对他非常的疼爱 结果呢 造成的原因是说 他们在喂食的时候呢 可能是被打扰了 或是说 他们刚好经过那边 或是说做了某个动作 让狗狗觉得说 好像要去抢他的 这个吃饭的东西 或者是他的食物 因此有一个护食的行为 而造成了这样子 咬伤了他的主人 造成这样子的情况 那只是呢 不幸的事情是说 那这只 他咬伤了另外 有一只狗狗叫强尼的 那强尼因为实在没有办法 他带着去做一些检查 所以他用吹箭的 这个麻醉的方式 结果吹下去呢 他麻醉昏迷后就猝死了 那他们非常难过 他们并没有责怪他 那因为呢 这个女儿呢 他的成女儿呢 他非常的伤心 因为他天天跟这四只狗狗 在一起睡觉 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是非常难过 那我想跟这则新闻呢 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比特犬 那比特犬 他的原名叫 American Pete Bull Terrier 他是一种 直接翻译的名字是 美国斗兽场 牛头梗 顾名思义 他就是打斗的 那我还记得 在这个我刚开业的没多久的时候 我曾经有去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都没有了 我再次强调 现在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有狗狗的那种斗场 就是说赌博的 两只这个斗牛犬呢 他这样一二三一放在一个圈圈里面 两只碰上去就开始咬 那我现场看到 我真的有看到这样子咬 他曾经有一只狗 一下咬下去 一个角度的关系 他一个眼球就咬出来了 那也咬到整个背的撕裂 他的狗是咬死不放的 这狗是非常非常凶猛的狗种 所以因此呢 其实在很多有些其他的国家 他的禁止饲养 甚至于进口这样子的狗种 比方说像澳洲 比方说像纽西兰 这两个政府呢 这两国的政府 他的限制 比方说像比特犬 比方说像托萨 就是日本的土佐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 也是非常凶猛的 那另外呢 他就像熬犬 那熬犬另外还有一种 现在比较少见 叫扭坡立顿 他这种都是非常极度凶猛 对人跟小孩都有极大危险的 所以说呢 再次我提醒听众朋友 如果要饲养宠物 一定要了解他的行为 包含像秋田 包含像松狮犬 其实他的攻击性 还有说他这个脾气上面的控制上面 可能是要需要好好的训练 而且跟他有相当的默契 所以呢 要特别的小心 狗狗呢 虽然是说 他是非常乖的 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可是呢 有些的狗种 他是依然会非常的凶猛 而且要特别小心 避免家人受伤 甚至于邻居 甚至于其他的狗狗 好 那在此呢 我提醒大家分享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 就是特别的小心 对于狗种要充分的了解 千万不能说养到了以后 不了解 因而就变成一个弃犬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所以呢 特别小心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非常难得请到的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妹 林中慧林医师 那林医师呢 他是台大受医系毕业 而且呢 也在台大取得了 临床医学研究所硕士 而且也取得了受医所的博士 那曾经担任过台大腹射动物医院的 内科住院医师 总医师跟主治医师 目前是台大临床动物医学研究所 兼任的助理教授 中慧啊 林中慧林医师 那中慧你跟大家打个钟 大家好 OK好 中慧我想多请问你 因为您对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些 相对相关的狗狗猫猫的疾病 都非常的清楚 尤其最近的温差非常大 以今天来说 高温在27度 到了低温变17 到今天晚上可能会16度 这种巨大的天气的转变 对于像我们人类 尤其长辈 呼吸道啊 心脏血管系统 都会有些 都会有些问题 那我想请问您的狗狗跟猫咪的话 在这尤其是猫咪 它在这个咳嗽方面 或者在气候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通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容易发生 OK 其实呼吸道疾病啊 狗跟猫跟人非常相似的事情 就是像最近 这个温度啦 湿度 差异非常大的时候 他们也会特别容易 就是症状加剧 就特别是如果说 他本来就是有慢性病 一些慢性知气管问题的猫咪 或者是 这个气管啊 知气管问题的狗狗的话 都有可能在最近这个季节 然后我们特别容易 发现他们症状变得比较平凡 变得比较剧烈 然后或者说 本来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有这些症状 然后在最近会比较容易发现这一类的症状 是OK 在气候变化是一个诱因 对不对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过去我们这个 在诊疗 在尤其的猫科的疾病方面 往往有时候 他不晓得他是咳嗽 还是说像有些肝藕 因为我们晓得猫每天在亲毛 对不对 他自己梳理他的毛法 那很容易会有一些毛球 所以他往往是这种 这种呕吐 然后吐出来一团毛 或是一些食物 但是有时候也是肝藕 那我们不晓得说 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四族 尤其是这个猫心人 他到底这个 对于这个呕吐也好 或是肝藕也好 或是咳嗽也好 甚至于还有一种 过敏的一些哮喘 或什么气喘也好 这样子有一些 什么样的临床上 一般的主人 可以在家做一个 简单的区分 OK 我们最常讲 其实猫真的很难搞 就是有时候 第一个 他们很容易隐藏 自己不舒服的状况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是很容易 注意到猫咪开始出现症状 那在所有猫咪的症状当中 就是刚刚提到的呕吐 干呕 然后跟咳嗽 这个是家人 特别不容易分辨的 或者说我们有时候 常会混淆的 因为一个猫咳嗽的时候 他出现的动作 其实跟他们要吐毛球 非常非常的相似 比如说今天我们是 画面都是静音的话 有时候看起来 就是一样是 伸长脖子 然后这个猫一直反复 对好像就是胸腹 做一些起伏 然后最后就是好像 有呕吐这样子的状况 对 那一个可以分辨的技巧是 如果今天这个猫咪 它是呕吐的状况的话 绝大多数我们会有机会 发现就是地上 或者说最后他做完 这个动作的时候 有一些唾液 或者说有一些呕吐物 然后我们看到一些产物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 看到类似这样的动作 但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产物的话 我们就需要怀疑说 我的猫是不是有咳嗽 这样子的状况 是 中慧我再问你一个 这我帮听众朋友问 我心里想一定会有 像猫咪 它有时候万一吃鱼骨头 或是吃了一些异物 它卡到食道了 那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如果这样真的 也是有可能引起干呕 因为不见得 就是真的有吐东西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还是有可能会有 很难分辨的状况 所以真的是平常就要尽量 如果有可能 我们会给猫吃一些 这一类的食物的话 我觉得例如说鱼啊 我们真的给猫吃鱼的话 其实我觉得鱼刺 真的不要觉得 猫一定会把鱼刺吐出来 所以其实真的是不建议的 这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 就是变成一个异物 然后最后我们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症状 然后就要经历很多很多的检查 然后去去厘清它的问题 是OK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 追逐到就是说 呕吐它可能会有 后续的一些分泌物 或是呕吐物 里面可能是一些唾液 或是消化液 或是食物的渣 那刚这样咳嗽的话 大概是没有这样子一个 好像很少 猫咪很少有弹出来 好 那所以这我想再追问一下 就是在咳嗽方面 它有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有哪些 猫咪的咳嗽 如果想听到朋友 这个养猫咪的主人们 可能对于咳嗽来讲 对猫 老实说我养三只猫 我真的很少看它们咳嗽 对猫真的是很不容易咳嗽的动物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反复看到 就是怀疑 就是本来以为是呕吐 后来又不是呕吐 甚至就是很确认是咳嗽这些状况的话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们有很多一些不同的疾病 都可能会表现咳嗽这样子的症状 就像大家有听过 像人有气喘病 气喘 对猫也有气喘病 那现在那个空气的状况很不好 我们抽烟的人或者说空气污染 我们人有一些慢性的支气管炎 然后猫也会 猫也会有慢性的支气管炎 造成的这个咳嗽 然后如果它有一些上呼吸道感染 比如说喉咙气管 然后有一些发炎反应的话 然后一些病毒性的问题 也可以造成他们咳嗽 我觉得病毒性的问题比较 比较待会我们好好来聊这几个原因 那还有一些您讲的就是说 像感染病毒性的污染 就是说整个环境的烟或什么之类 还有一些像那种引发的气喘 所以这种种的所产生出来的临床症状 大概跟咳嗽不外乎这样子的原因 对没有 其实还有很多 像例如说癌症有时候也会 然后现在我们也碰到 因为我们台湾是新丝虫的疫区 然后很多猫咪其实没有在 例行的预防新丝虫 所以包括它们 如果暴露到有带新丝虫 幼虫这个蚊子 有时候也会引起肺部的病变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先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 回来再好好请教我们 林中惠林医师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uncode 全能狗 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台大临床动物医学研究所 好绕口 的兼任助理教授 那个我们林中惠林医师 林医师 刚刚我们介绍的 跟天文友分享 就是说 猫咪它的咳嗽 它所造成的原因 那不外乎有肿瘤 有气喘 或是一些空气品质不佳的 一些烟熏的污染 那当然感染也是一个 那包含这样 这个病毒性的 或是寄生种性的 来一一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我想先请问您 就是说 在肿瘤方面 猫咪 它会有哪些 这样子的一个肿瘤 或是一个病因 而造成它一直长期的咳嗽 肿瘤的话 像我们在教学院碰过的 就是也是有一些猫咪 会有肺癌的状况 就是他们可能肺癌 还没有像现在人这么的 人肺癌的这个 盛行率这么的高 然后可是也是陆续 有这样子的案例 有这样子看到 OK 好 那接下来就是说 在这种各种不同的原因里面 在您这个临床工作上 我们晓得台大大大部分 都是属于专诊的一些case 或者说一个比较有一些 这个麻烦一点 或者比较这个不好处理的 那台大的动物医院 这边所看到的 这些咳嗽的猫咪 它大概常见的原因呢 其实我们如果整理一下的话 我们会发现就是原因 还是非常多样化 就是感染性的原因 有一定的比例 然后这个慢性的支气管炎 就也许是空污引起的 这个也有一定的比例 然后有一部分的猫 它本来就是体质上面 有气喘的状况 那我们也有发现一些 就是没有预防心肢虫的猫 得到心肢虫的这种也有 然后刚刚提过的癌症 这个也是 就是不时会出现这样子的案例 OK好 那在猫得到心肢虫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不晓得在您这个治疗上怎么做 因为我们晓得猫 它因为体质代谢的关系 它不能用狗狗用的治疗药物 那猫的话要怎么来医救呢 所以我们其实很不希望碰到 真的得到心肢虫的猫咪 因为其实目前得到心肢虫的猫咪 真的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真的是完全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那一种是它如果 得到心肢虫成虫 那我们用在狗心肢虫的药物 没有办法用在猫 所以我们只能等 这个心肢虫自然死亡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以及这个心肢虫死亡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让这个猫咪 是猝死突然离开 那但是更多的一群 可能是因为猫不是心肢虫的 一个天然的宿主 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今天感染到 猫感染到心肢虫 它并不容易让这个心肢虫 在它的身体里面发育成成虫 可是这几年就是 大家知道一个新的状况 就是它其实只要 被这个带幼虫的蚊子 叮咬过有暴露过 它不需要这个心肢虫发育成成虫 就会有机会在肺部发生一个弥漫性的病变 对那这个病变的话 我们现在是叫做心肢虫相关的一个肺病 那这个病目前在诊断上面非常的麻烦 我们必须要做非常非常多 甚至是侵入性的检查 去排除一些其他的原因 可是真正确定这个疾病之后 其实它也目前也没有一个 确定有效的治疗方式 OK现在我们刚刚我想帮听众朋友分这个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猫得了新之虫 如果它已经变成在体内变成成虫了 那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 那我们只能用知识疗法 让这个成虫 再问你一个那个林老师 这个成虫在猫的体内可以活多久 两年到四年 也就是说这两年到四年当中猫咪就要好好的照顾 让它不能 可是可是它一只成虫大概长有18到20公分吗 对有可能 对有可能 那猫的心脏又特别的小 所以有可能造成酸塞而猝死 有可能造成酸塞而猝死 甚至有可能说终于我们等到这个虫受终正寝了 然后等了三四年 可是在这个虫死亡的时候呢 它有时候会引起这个猫血管 更严重的酸塞 甚至是一个免疫的反应 所以这样的结论下来就是 猫如果一旦得到在体内变成成虫的时候 它不管在等它的受终正寝 就是说这个虫的受终正寝 它其实都相对危险性非常高的 对 然后包括肺病也是 因为像我们有知道一些案例 就是可能曝露到幼虫之后 这个肺部的病变 一样有可能非常非常广泛 然后甚至严重到甚至一度会怀疑说 它是不是癌症 还是说其他的这个肺部病变 然后可是即使说没有这个成虫在这边 然后引起了这个肺部病变 目前一样没有一个好的方式可以去治疗它 那如果说是因为猫的肺部的病变 是因为幼虫而引起 它并没有成虫 那个幼虫真的要怎么检验 我们可能要从就是血液里面 然后可以去测试 它有没有抗体阳性 就是有没有曝露过 这个新之虫幼虫的证据 可是曝露过 它到底例如说 它如果真的有症状 肺部有病变 是不是真的抗体阳性 就代表说它是这个病 又可能要从它的肢气管肺部去采样 看它里面的发炎反应 等等 那甚至这些都做了 有一些案例还是很难分辨 它确切的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都会告诉家属说 其实这样子整个盘算起来 最好的策略其实是预防它 那当然 就是预防绝对是中医治疗 对不对 就是你不要被感染 不管是幼虫或成虫 其实对猫咪来讲 它的这种致害性都蛮大的 对没错 OK 所以也就是说 幼虫的话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测抗体 因为动物对这个 新之童幼虫对动物来讲 都是一个外来物 所以一定会产生抗体来抵抗它 那这样子在您这个临床工作上面 大概这个经验 大概它的比例 发生阳性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像前几年的话 然后大家有针对大台北地区的这个家猫 而且都是住室内的家猫去调查过 其实我们很意外发现 大概每十只家猫里面 就没有预防新之虫的话 大概就有一只 其实它有暴露过幼虫 它不知道 我们有逮到这样子的 协议里面抗体的证据 也就是说它曾经有感染过 但是现在目前症状 怎么还不知道 有的有症状 有的没有症状 然后但是这个暴露率就告诉我们 我们常常觉得说在家里 好像是安全的 我家不可能就是猫会被蚊子咬 但是其实还是有十分之一的几率 然后猫咪有可能暴露在它会碰到这样子 有带新之虫幼虫的蚊子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危险当中 糟糕我们家的行人要去检查 我是在 应该要检查一下这个问题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预防 然后让它不要得到 其实是针对 因为新之虫所造成的咳嗽 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对不对 好 就说能够 这个因为咳嗽的原因里面 包含新之虫 那如果我们用预防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排除这样子 那对于不管治不治疗 或者将来的预后应该都比较好的 对 没错 好 那我想再请问 因为我们常常这个在季节变化 最近大概大大小小的 我们这个猫咪都很容易感冒 那对于这个一般的 我们所谓的普通的一般的感冒 还有针对猫咪 有一些传染性的疾病 在这样子的一个 有些疾病也会打喷嚏咳嗽等等 那这个的这个区别差异性 跟这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 像猫的话 他们也是有一些 就是我们讲说很像我们人感冒 他们有他们的一些 上呼吸道的病毒 然后跟细菌 那我们的猫咪其实数量也相当的多 然后现在很多家庭 其实都多猫家庭 然后猫咪的这个紧迫又比较大一点 所以其实 这算是一个非常普遍问题 我们现在很少遇到多猫家庭 然后是没有曝露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病毒的 所以要区分的话 如果说今天这个猫咪同时有一些 例如说流眼泪 然后打喷嚏鼻涕的这个症状 伴随咳嗽的时候 我们比较有机会知道说 会先怀疑说可能是这个上呼吸道感染 类似感冒 这样子的状况 有时候眼睛肿肿的 结膜发炎 对没错 这个比较容易一点 但如果它变成一个慢性的状况 然后有时候它口鼻的这个症状 不是眼别症状 不是这么明显的时候 的确也会很困难分辨 OK好 也就是说在这个感冒 呼吸道上呼吸道感染 咳嗽等等 都是代表一个症状 就是咳嗽 那我们之前刚刚那个中会 也跟我们分享到 就是说 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大自然界 就是这样子的攻击 有时候甚至于在某些季节 特定的 就会有些花粉 就会有一些沉蛮 或是一些这个问题 在这个猫咪来讲 对它严不严重 就是空气污染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 应该对呼吸道是有影响的 然后刚好前阵子 我们也完成一个调查 结果发现 如果我们家里的这个 空污的种类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家里抽烟 然后可能就是传统上面 有一些拜拜 燃香 好香 对一个习惯的话 如果我家里测起来 这个PM2.5的浓度 有比较高的时候 的确就是 这些猫咪比较容易有呼吸道的疾病 也就是说PM2.5 不仅仅对人类的呼吸道 其实对动物 它也有相对应的影响 对也是一样有影响 也就是说这些维系的颗粒 它会 因为没办法过滤 它直接到肺部 一些小组织地方就沉淀 所以造成它呼吸上面的一些反应 对 所以真的是空气品质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对没错 那我想说在这个阶段的 剩下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请问一下中辉 就是说在肿瘤方面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临床症状 跟它之后的愈后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 那它的效果跟这个防范的呢 肿瘤的问题的话 其实有时候比较困难的地方 是我们发现的时间很晚 就是有可能它有一定程度症状的时候 那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案例 它已经这个肿瘤已经甚至已经有一些转移 或者说进步扩散的状况 那目前对猫咪或者说对狗狗来讲 它们的肺癌 如果说可以比较早发现 然后还有机会做一些肺液切除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许比较有治疗上面的 这个好的机会 所以说要跟发现的时机有关系 好 那我们先进上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也开放我们现场的call in 我们call in电话是02-8369-3398 有任何上呼气到猫咪狗狗 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 都欢迎您call in进来 询问我们林中慧林医师 谢谢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名oncall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接下来呢 我们也开放我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的电话是02-8369-3398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台大临床动物医学研究所的 兼任助理教授林中慧林医师 林医师那我们在一开始这个节目之前 我们先接听一下我们林先生的电话 好吗 喂 杨先生林医师 问一下猫会流口水是什么症状 猫会流口水 其实原因还蛮有味道 有味道 好其实原因蛮多 那我们请我们林医师给您说明 好不好 好谢谢 猫咪如果流口水的话 可能要注意他有没有一些口炎的问题 好像发炎 牙科的问题 或者说有一些消化道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 会建议应该要让家庭医师做一下检查 然后再去理清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对因为他的唾液是有一些味道的 所以还是要先带去动物医院检查一下 您的家庭医师那边检查 看他第一个是不是牙结石 是不是有口腔的口炎 那甚至像原传染病也会对不对 或者说像包括慢性肾脏病也可能 也可能慢性肾脏病 所以这真的是需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 林先生那可能就是要带到您的家庭医师那边 去做一下检查咯 好那在我们这个脸 在我们脸书直播上面呢 也有一个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有特别留言 他是说他在小的时候 捡了一只我们的浪浪小猫咪在街上 那当时呢有非常严重的肺炎感染 那经过医治之后好了 那现在三岁 那不时呢 眼睛有时候有些黑色的黏液的分泌物出来 那这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 他特别问说 在小时候得过肺炎的猫咪 在长大之后 有没有照顾上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呢 OK这个眼睛的部分的问题的话 也许不一定是小时候得过肺炎的这个后遗症 所以如果说持续有这样的状况 有疑虑的话 可以请家庭医师 或者说我们有有时候有眼科的专科医师 去做一些眼部的检查 看看是不是一些慢性的眼部的问题 那肺炎的小猫如果说他治疗之后已经痊愈了 那基本上我觉得也许长大 我们只要注意好他的这个体型 然后一切基本该有的一些预防注射的照顾 对然后应该就可以了 对所以在照顾上应该都还好 只要治疗完毕妥善 对 那这位听众朋友也还也特别留言 就是说这个里安酸对于眼睛方面的一些保养啊 什么等等 在临床上面有没有一些这个效果 或者说一些这个验证果 这样子 您的看法呢 好里安酸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今天要很严格的讲 就是科学研究上面的证据的话 目前还没有很强烈的证据去支持说 我们用里安酸绝对有效 但是临床经验上面很多呼吸道的医师 或者说眼科的医师 在一部分的病例还是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帮助 有些帮助 对所以他可能会被当做一个辅助性的治疗 好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到我们猫咪的呼吸道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钟慧 就是哪一些族群的猫咪 他特别有咳嗽症状 那咳嗽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比方说在家里面他已经咳到不行了 那种什么舌头黏膜 他什么都颜色都变色了 或什么等等 我想说可不可以听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他的咳嗽的一些状态 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生命迹象 是告诉我们主人 他赶快就医了 OK 如果说哪一些族群比较容易有这些状况 或者说我们要比较注意的话 例如说如果我们知道家里的空气品质不是那么好 有些空气上面危险因素的话 我觉得是其中一个要注意的族群 那再来像我们刚刚讲我们的例行的这个健康照顾上面 如果没有预防心思虫的话 那我们可能也要注意这些事情 那或者说体态上面比较肥胖的猫咪 肥胖一样对呼吸道是很不好的 那出现一些什么样症状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要赶快就医 就是如果说这个猫咪是开始持续 呼吸是比较吃力的 然后甚至就是我们可能每一天 都会看到他有咳嗽的这个症状的时候 或者说甚至有些猫咪 他可能已经呼吸吃力或者是窘破到 他会张开嘴巴 像狗这样呼吸 这个都是一个很危险的景区 就是说他几乎都已经张不 很困难在呼吸的 这千万不要再等了 对这个就一定是急诊的状况 一定急诊状况 这千万特别要小心 好那那这样我们晓得 我们在狗狗来讲的话 他预防薪质从大概是每个月一次 那猫咪呢 猫咪也是要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一次 就千万不要说 不管你是成宗的致害 或者幼种在体内造成的影响 都是不可忽略的 好那我想再请问一下我们中会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猫咪的问题 其实当然养狗狗也是在我们的四组里面 毛霸也是很多的 这边我想请问就是 在狗狗尤其是我们台北市大多会去 因为这个大家房子住的都不是很大 所以大部分都小型犬为主 那我们小型犬呢 常常就是咔咔咔咔咔不停 那因此呢 在我们临床的一些疾病的诊断上 比方说像气管塌陷 比方说像气管狭窄 比方说像这个心脏病的前期 他也是会有一些咳嗽 什么等等的症状 那当然肿瘤也是一个 那当然心之虫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概这五大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中会 在这个临床家里面的主人们 该怎么样来注意 或者说分辨出来 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能性 狗的话如果跟猫咪比的话 我们好像相对可能比较容易 注意到他们咳嗽 然后但是我们可能要注意的事情是 如果我们发现就是每一天 这个我们家的小狗都会不止一次咳嗽的话 也可能要先跟家庭师讨论看看 是不是要做进步的检查 就说咳嗽的频率 对 然后这个咳嗽频率是太频繁的 每天都会出现的 甚至是随着时间 今年比去年前年都还要多 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 那我再请问就是 像有些这个续组会反映说 他平常都还好 只要一兴奋 或者有人回来 有人按电铃 有人任何的一些 让他激动的时候 他才会咳 然后咳完以后 可能就是大概一分钟半分钟就没有了 这样子代表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也有两类 就是有一类 他可能有一些结构问题 但是不严重 然后这个会有这样子的症状 可是他不见得需要做一些 长期什么特别的诊断跟治疗 但是也有一些 抱歉我也是有慢性病 没问题慢慢来 但是如果说 他这个咳嗽的状况 它是一个慢性病造成的话 那其实在这个慢性疾病的早期中期 我们通常看到的状况就是兴奋激动的时候咳 可是随着时间他会恶化 他会有机会就是 这个咳嗽的频率跟程度越来越加剧 然后甚至就是连休息睡觉的时候 都有机会开始出现症状 中卫您讲的这个疾病是不是指心脏病而言 不止 包括对包括有一些 像狗也是一样有可能空气污染等等问题 然后有慢性的支气管炎 那他们也有一些慢性的结构的问题 然后都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OK好 那我们晓得在这个狗狗来讲 他的咳嗽是比较常见 那有些主人甚至也反映说 第一个的激动兴奋 第二个呢 他可能是喝水 然后喝水喝一喝 他就开始咳嗽一咳 这算是呛到吗 还是说他真的是因为温度水温的关系 有什么办法可以加以预防或改善的 OK这个喝水咳 我们目前经验是 就是我们一开始通常就是 大概大家都会觉得是呛到 那我分辨了一个方 我觉得大家可以分辨一个方法是 我们一天就是狗一天要喝非常多次水 然后每天都会一再喝水 我们不可能说一再喝水 每次喝水的时候都呛到 如果每次喝水都呛到的话 那我们就要开始小心 他有可能是代表是一个症状 因为有一些慢性病 他们慢性支气管的问题 都是在这个病程早期的时候 喝水会容易引发咳嗽的一个反射 所以那个变成是早期 他有慢性病的一个征兆 所以真的你看看 各位亲友朋友 你这个一公公简单的一个咳嗽 我在猫跟狗来讲 其实它背后所代表的一些 代表性的一些疾病 或者隐藏一些疾病是非常非常多的 好那我再聊一下 我们刚刚聊了猫的心思虫 我们来聊一下狗的心思虫 在狗的心思虫来讲的话 有没有季节的差异性 或者说它是否有一些这种潜伏的一些症状 是我们不容易发现的 过去我们会觉得说夏天蚊子比较多 所以有可能是夏天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状况 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季节很乱 有时候冬天过往冬天 现在在台湾有时候温度还是很高 那温度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其实蚊子都还是有活动力的 所以其实比较 保险来讲的话 我们会觉得其实四季都是有危险的 对 那在狗狗来讲的话 他心思虫的这种阳性比例 我记得我们节目曾经有访问过几位医师 就聊到这个 那我想在台大所碰到的问题呢 也是同样的多吗 心思虫的问题 其实大概在第一线的医师 常常都会先把这个问题抓出来 所以台大不见得特别的多 但是像这几年刚好就是也有 就是全台有很多医师参与调查 然后他们其实发现 我们还是一样是一个心思虫 相当流行的区域 就这件事情是没有变的 OK 所以呢 不管是养这个猫咪或是狗狗的主人们 特别特别要小心 除了这种造成咳嗽的原因之外 其实这两个猫跟狗狗 它在心思虫方面所造成的咳嗽 也是相当严重的 那我再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流行性感冒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对于高龄犬的 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OK 在天气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可能外界的这个温度 湿度不见得我们可以操控 然后可是有可能我们在进出 这个温差大的去 比如说家里很温暖 我今天突然要外面寒流来 温度一出去就会低个10度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特别小心就是不要这么突然的 然后让它突然暴露在两个温差这么大的地方 就是温差让它尽量的适应一下 即便是要出门也要慢慢的让它温度降下来 对或者说先注意保暖 而不是就是直接从一个很暖和的地方 然后就出去到一个温度下降10度的地方 反过来也是一样啦 就是突然到一个很高温地方的时候 然后他们的这个症状就比较容易开始有一些变化 所以真的这个毛孩子毛孩子 真的他的症状跟我们这个人的预防 其实都几乎都是一样的 非常相似 OK好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民uncl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受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台大临床动物医学研究所的兼任助理教授 林中慧林医师 那我们也开放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可以call in 欢迎您询问任何有关于动物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电话是02-8369-3398 中慧 在我们这个我们的脸书上面 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特别问到 就是这个芳香精油 有时候对我们人来讲是一种抒压的作用 它有不同不同的成分 这个对猫咪的这种呼吸道或是 因为他们讲好像养了一个一只猫咪 对于这个呼吸道是否有一些刺激 或者说有一些咳嗽的症状 那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做 OK 这个也许跟精油甚至就是 使用精油的时候用到了一些设备 之后它会产生的这个粒子的大小有关系 那我们不能够讲说就是 也许这个东西它一定会对呼吸道有影响 但是如果说家里的猫咪是 有这个呼吸道支气管问题的 我们通常会尽量避免它去曝露一些 例如说空气当中可能有味道 或者是也许有刺激性 或者说一些容易有粒子的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有症状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试试看 就是不使用这样子的东西一段时间 然后看看它的这个反应 是就是说 它用的时候会有这样子咳嗽 或者轻微的一些这种打喷嚏 那一旦停了就看它的反应 对不对 就大概可以分辨 OK好 那接下来我想最后一段时间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中慧 就因为类固醇它的确是一个 我们称之为美国仙丹 那类固醇它对于一些这种疼痛 或者组织消炎 或是一些这种直气管扩张 甚至于过敏等等 它真的是一个万用的一些药物 那类固醇当然我们有时候听到说 类固醇持久的不好 它对于什么肝脏肾脏 甚至于会有什么在人来讲 什么月亮脸啊什么之类 那可是在猫咪来讲 因为如果是因为过敏而引起的气喘 或什么等等 在类固醇的使用上面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或是说类固醇它长期使用之下 那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并发症 或是一些副作用 OK好 就像刚刚那个杨师提到的 然后类固醇的确是有机会 就是长期使用的时候 有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副作用 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猫咪咳嗽的问题 例如说我们经过一些确诊 确定它是气喘的话 那它是必须要长期使用的 因为不使用的话 它的这个慢性病没有办法控制 还是一样有一些不好的结果 那这个状况下 我们就必须要一面去控制这个慢性病 一面就要可能规律的去监控 类固醇可能产生的一些副作用 那在您的这个治疗经验上面 类固醇大概像一个动物 它能够承受的一些服用的时间 比方说在有些人类的医学上面 它可能在一年服用多少天以上 或者是一些剂量 在猫咪有这样子相对相关因的研究吗 其实大概每个猫不大一样 就像我们讲说有一些猫 比如说它如果本来在照顾上面 就比较肥胖 它如果比较肥胖的话 它有可能因为肥胖 本来就容易有一些血糖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它使用类固醇 有可能它的副作用 比其他的猫更容易出现 所以大概每一个不同的个体 每一个不同的猫咪 可能要个别看一下 它特别有的一些危险的因素 状况然后再去做一些追踪跟调整 好我想最后一年的时间 我短暂的请问一下中慧 在猫气喘跟猫咳嗽 在一般的主人在家里面 然后怎么样去区别 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 从症状上面去区别 所以在家里的话 可能家人最重要的事情是 去观察说确实有这样的症状出现 如果说观察到确实有这样的症状的话 那自己的家庭医师 就是第一步可以跟他报告这样的症状 然后去做一些基本的 例如说初步的检查 来看看就是后面要怎么去分辨这些问题 哇真的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大 那个临床动物医学研究所的 兼任教授 林中慧林医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的猫咪的咳嗽 以及狗狗方面 呼吸道方面的疾病 那基本上我们做个小小的整理 就是在猫咪咳嗽方面 有可能是他造成原因非常多 有的是传染性的 有些是肿瘤的 有些甚至于是过敏的 气喘的 甚至于呢 还有一些像心思虫的感染等等 那因此呢 我们饲养一个猫小孩 我们要对他的健康 对他所有的一些生活 我们都要负起相大的一个责任 这才是我们一个禁止的 一个猫小孩的这个主人 好 来 那个专慧跟大家说一个拜拜 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谢谢 每个宝贝都值得最好的 爱他就是一辈子 本节目由全能狗S冠名赞助